小浩,我告诉你,你们这叫什么老板啊,你在这公司干了多少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能这样对你 他呀,这不是个玩意儿,我告诉你,整天呀,让你们加班加班的,到现在连个媳妇也不给我找,你说说他配做老板吗 行了妈,你少说两句吧 我还少说两句,那可是十万块钱呀儿子,这十万块钱能做多少事啊 小浩,我看你们老板呀,平时人模狗样的,挺仁义的,没想到,他是这种小人,咱们明明丢了六十万,可是回来呢,就回来五十万,那十万哪去了 行了妈,这十万块钱,就当谢他的酬劳了,这钱找回来就行了,这总比一分都找不到强啊 小浩,也就是你,性格那么懦弱,说算了,妈可跟他过不去,我告诉你,你们老板呀,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妈,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惹事啊,你说公司这么多人呢,你要是找老板,这老板的面子往哪哥啊 算了,我告诉你,这十万块钱,他少我一分都不行,要不然啊,我天天上到公司去闹 行了妈,你听我的,这事就到这了,就这样算了,千万别去公司闹啊 这万一到时候,老板给我开了,我连工作都没有了,这可怎么办 你永远这个工作不要,这样的老板呀,也不能换过他 我告诉你,他素质那么差,还跟他干个什么呀 行了,行了妈,记住我的话,千万别去闹,这事就这样算了 我走了 小浩,我也不知道你损谁,那么懦弱,想让我不闹啊,没门 还有一点血啊 这不是小猴子妈妈吗,阿姨,你来这里干嘛 我还来干嘛了,你别给我穿着明白装糊涂啊,钱呢 钱,什么钱啊,阿姨 还装糊涂是不是,那十万块钱呢,哪去了 阿姨,你说什么呢,什么十万块钱啊,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们家丢的是六十万,为什么就给我们五十万啊,那十万块钱呢 你那么大一个老板,开了那么大把公司,你就欠我十万块钱啊 阿姨,我告诉你,我没有欠你的钱 我捡了多少钱,我就如数奉还了 我告诉你啊,你还在狡边是不是,你别骗我了,你们啊,公司资金链断了,我都知道,你是不是拿我十万块钱,补窟窿了 阿姨,我公司资金链是断了,但我绝对不会拿你的钱,来补公司啊,这个窟窿的 我做人啊,好当正正,我就是没有拿你的钱 我告诉你,你要是如果今天不把这个钱拿回来啊,行,我呀,让你好看 我让你知道,你们公司的员工,你是什么人 阿姨,你啊,就别在这哄闹了,我还忙着呢,你走吧 我说不通是吧,你不想给是吧,行,你给我等着啊,你别后悔 你们大家都来看看啊,你们公司的老板撕退我十万块钱,还想抵赖 你们啊,跟着这让老板上班啊,是没有前途的,我劝你们都赶快辞职吧,这样的老板不要啊 你们的老板拿了我十万块钱,还想抵赖,不想还 行了,你闹过了没有啊,妈,妈,老板,进去坐吧 进来 儿子,你来干什么呀 妈,我怎么跟你说的,别让你闹了,你这儿,还跑到公司来闹 小浩,我问你,这儿怎么回事啊,六十万,我一分不少的全给你了,为什么会少了十万呢 你胡说什么呢,还想说话什么呀 妈,妈,你听我说 小浩,说什么说呀,他呀,就是成心的,不想还他那十万块钱 妈,我就跟你说实话吧,那十万块钱,被我赌博输给别人了 什么 小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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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死我呀,你,我这儿老脸呀,叫你给我丢劲啊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 妈,我不敢跟你说,还不是怕你生气,怕你打我,骂我 所以我就说,老板只还了五十万 小浩,你说说你干着叫什么事啊 今天这事啊,不但我的老脸没地方搁,连你的脸啊,也没地方放 我看你可怎么办,这船公司的人啊,都知道了,我看你还怎么想办 行了,既然啊,误会都解开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小浩,以后不要再赌破了 这你妈啊,挣个钱都不容易啊 这些啊,都是她的血汗钱 老板,我对不起你 行了,小浩,你还年轻,犯点错,应该被原谅的 但是,这个赌啊,是中意,你一定要改掉 否则,你别来我公司上班了 老板,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改的,我已经后悔很久了 对不起啊,老板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 这我儿子呀,我也没有教育好,你就放心好了 这我儿子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教育他的 行了,阿姨,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 你们抓你回去吧,我还有工作呢 这你太谢谢你了,老板啊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给我等着 看回家怎么收拾你,我走 这怎么还不回来啊 妈 小小,你终于回来了 妈呀,在这等你半小时了都 这回来都回来了,还没什么理啊 妈,这呀是我的心意 给你买了一箱奶,还有一箱火董上 在家的时候啊,你别忘了吃啊 小小,怎么没看见小浩和你一起啊 他公司啊,有新项目让他负责呢 他呀比较忙 行,别这样的,咱赶紧回家 行 来来来,快进来 哎呀,小小,你可想死妈了 妈,我也想你 你这最近在家身体怎么样 妈呀,挺好的 身体啊,背儿棒 你就放心吧 妈,你身体啊,好就行 省的,我在外面担心 来小小,小妈看看你 嗯,小小,这你怎么瘦了呢 妈,我呀,没瘦 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你瘦不瘦,妈还能看不出来呢 这在家呀,一定吃不好 只顾着挣钱忙呢 行,你这次回来的 这妈呀,一定要好好给你补补 行啊,妈 我呀,我这时间还没吃你做的饭了 好,你之前歇着啊 妈给你做好吃的 行啊,妈 小小 这妈呀,真舍不得你走 妈,我呀,也不想走 可惜啊,公司只给了我两天假 不走也不行啊 那行 你看,您那么忙 妈呀,就不留你了 唉,你把这带上 这是妈呀,给你种的豆子 你可以打豆浆喝 妈,这豆子啊,我可以拿着 火嘴肠,你留着自己吃吧 唉,这孩子 你给我拿过来了,都算我的了 你呀,就拿回家给孩子吃 这妈呀,也吃不了 妈,行了 行了,你呀,就自己留着吧 这个,我拿走了 行行,那妈就出去 行吗,我呀,就走了 好,你路上慢点啊 到家了,给妈打电话 小小,终于来了 哥 小小小,这香奶啊,拿着 回去给孩子喝 拿着吧 哥,那我就谢谢你了 拿着吧 这还有一封信 拿回家再看 一定要回家再看,知道吗 行,我知道了,哥 行了,赶紧走吧 走了 小小小,你这带回来的都是什么啊 怎么弄我的肚子啊 咱妈自己种的,说回来让咱打豆浆盒 你那刷什么呢 这,这里面怎么那么多钱啊 这难道是咱妈放的 翔哥,可以给我一封信呢 说让我回家看 现在赶紧看看 小小,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你肯定很疑惑 咱妈为什么会把豆子里 给你放那么多钱 其实这些钱都是你逢年过节 给咱妈的 咱妈自己啊,一直都没有花过 还有,你肯定在疑惑 为什么每次回家 妈都让你拿那么多豆子回去 其实,这些豆子啊 是代表了妈对你的思念 我啊,经常看到妈在门口 盼着你回来的那一幕幕的场景 这城里啊,开销比农村要大 妈知道你们花钱的地方多 所以,她就把这些钱 偷偷的给你塞在豆子里面了 你啊,以后也不要再给妈什么钱了 家里一切都有我,你放心吧 我会把妈照顾好的 还有,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你尽量多抽出来时间 回来看看妈就行 妈,很想你 没想到,妈 还是一心一意的想着对我好 小小啊,看来以后 咱们无论再忙 也要一个星期回家看一次咱妈 行,小啊,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